他们那时候最脆弱的时候是需要一个 smiling face 一个人对着他们微笑 给他们安抚这样 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让我觉得我想要多接触一些病人 给他们多带来一些阳光跟欢笑 预备好被震撼了吗 Rebecca将会带你进入一个 你从未想过的医疗世界 患者大使不仅仅是笑脸和礼貌 更是勇气 智慧和激情的捷径 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患者的疾病 更是人类心灵深处的挣扎和寻求 你会惊讶于患者大使 如何在医院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解决实际问题 还解救灵魂 甚至改变命运 这一切都将在我们的独家专访中 Rebecca将分享她的实际经验 让你看到这个角色背后 真正不为人知的一面 你有问题 我们有答案 欢迎来到天下纵魂谈指 有问必答 今天我们将会介绍 医院的Patient Relation这个计划 Patient Relation计划是一个 为患者提供支持还有帮助的平台 当然啦 Patient Relation也可以通过 自己分享的经历 来帮助其他的患者 还有家庭来了解疾病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美华子星的志工 也就是Rebecca 跟我们一起了解 还有讨论一下 到底什么是Patient Relation Rebecca 您好 你好 Rebecca 你现在是 Huntington Hospital的Patient Relation 对不对 跟我们走过 跟带我们走过一下 这个加入或者是这个选拔的过程 或是有什么样的资格 还是特质才可以让你成为 所谓的Patient Relation其中的一员呢 其实很简单 我是听说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 他就是在Huntington Hospital 当Patient Relation 的那个 他在那边当Volunteer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一千多个人的Volunteer 我在想说我一直想去医院做志工 所以我就问他怎么订阅 就是很简单 就是去他们的那个Volunteer Department 然后去跟他们说你想要参加 那他们就面试你 然后跟你填一些表格 然后给你做TB测试 然后看你想要做哪个部分 他有两种 他有给你 你可以是做Arends and Chores 或者是你可以做Patient Relation 就是去探访病人 让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所以我说我要做Patient Relation 然后所以他们就让我去参加 然后就经过这些 screening process之后 然后就说OK 可以开始了 你每个礼拜哪天可以去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很简单 这样听起来 这个Patient Relation 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那Rebecca 可以请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到底是什么吸引你 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是不是跟你之前的工作 或是经验 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后来就是照顾我爸爸的时候 我发现我很喜欢照顾病人 我觉得那种跟那种病人的 那种connection 那种 他们那时候最脆弱的时候 都是需要一个smiling face 一个笑 一个人对着他们微笑 给他们安抚这样 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让我觉得 我想要多接触一些病人 给他们多带来一些阳光跟欢笑 那请问一个题外话 其实在医院里面大部分的人 我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人的人 都是生病的患者 都是身体上面是有病痛的嘛 对不对 那你看了这么多有病痛的人 难道你自己的心里面 不会有所谓的负能量吗 以前我还没当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恐惧 可是我想说没关系 就是去试试看 结果竟然其实是反的 因为我是带着笑容进去 他们跟着也开始微笑了 然后反正就两边就互相 就互相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然后尤其是让他说 谢谢你做这份这种 谢谢你做这份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感受的那种感觉 让我很开心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医院有一个 因为我们是去拜访他们 问他们说你们需要什么吗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他们想要让他们了解 我们其中一个提供的服务就是 你们就叫 来拜访你们 然后通常到了这一点的时候 很多人都开始眼睛 就脸上就出现了笑容 他们需要狗来安慰他们什么的 很多人都非常的开心 所以其实这是反过来的 就是互相 我们就互相给对方激发了很多快乐 所以我觉得正能量是被激发出来的 当对方给你正能量的时候 你会把更多的正能量反向回去 对 刚刚是个人嘛 对不对 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好了 你认为这个患者这个计划 在帮助患者的方面 有哪些具体的效益呢 具体的效益是就是说好像 譬如说 就是刚刚讲到那个 就是很多人 他们在 本来在哀伤的时候 突然间他们想到了宠物 然后他们想到自己家里的宠物 他们就心里就开始有温暖 觉得好像有很多希望这样 所以他们都是希望赶快好一些 能回到他们的宠物身边这样子 然后当然我们也给他们看杂志 然后或者他们需要一些音乐治疗 或者是一些磁器的治疗这样子 他们基本上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 而且他们说在医院里面 他们不是一个护士 也不是一个医生 就是一个局外人这样子 给他们的关心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蛮不错的 多一个类型的那个关怀这样子 我觉得被关爱的那个感觉 是言语不能形容 可是我觉得你的心里面 跟身体上面的感觉 有那个正能量的感觉 一定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 当然通过今天的访谈 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和我一样 对于所谓的 Patient Relation这个角色 有了更全面还有深刻的了解 而更重要的是 Rebecca的故事 还有她的经验 也为我们揭示了这个职位 所带来的巨大简历 想象一下如果每一家的医院 都有像Rebecca这样敬业 而且富有同情心的Patient Relation 那这样的医疗系统 将会有什么样的变革 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咯 你有问题我们有答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天下纵纹谈指 有温必达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SkytalkUS 还有有温必达的脸书上面留言 让我们一同探索各个生活面向 提升智慧还有生活品质 Web8s31031066066062132012032153532042053007206303406254215754217206000611670911635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